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换脸 最近这个facefusion更新到了2.2.1 这边呢有一些小小的变度 就是画了一个新的模型 然后下面这边的话是对显存做了一些优化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把它这些变化 然后来给大家说一下 顺便呢我们这边 模型这边就是整体的安装包这边 稍微有一点变化 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装 首先我们要下这个本体 这个本体包下载下来之后呢 然后你要把它解压到你的文件里面去 解压锁之后呢就是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呢你把这个升级文件包 把它下载下来也是放到你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样的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解压到当天文件夹 覆盖掉就可以 全部覆盖掉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升级到了4.5 然后这边呢有两个模型 就是如果大家之前有下载过这个 换脸软件的话 那么你这个 这边的模型你肯定是有的 然后你就只去下载这个4.5的新增模型就可以 把这个下载下来之后呢 把它放到你的这个 模型文件夹里面 然后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之前没有下载过的话 那么你下的这个完整模型包 然后完整模型包也是啊 把它解压到你这个当天文件夹就可以了 覆盖一下就行 这是我们整体安装的方法 然后使用的话 就是功能上没有太多的电话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有哪些地方发生改变就可以了 首先是这边 人脸高清模型 这边呢 多了一个这样的新模型 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 然后下面这里 显存的占用模式 它有三个 严格 适中 宽松 其中这个严格模式呢 就是它2.0里面 给我们更新的这种新的这种方法 显存的占用会比较小 然后呢 运行的速度会比较快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显存 还有这个模型之外呢 从整体上来看 它最终的合成速度 还有合成效果 都比之前的版本要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今天说的2.2.1 这个版本的主要的一个变化 至于具体的演示 我就不去做了 大家有疑问的话 可以发回去看之前的视频 之前都有讲 现在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Rope 点一下 这个版本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因为更新的内容不太多 所以没有给大家单独去讲 今天我们稍微过一下 先把资源加在这里 然后之前这个图片文件夹这边 它是有限制的 就是你只能放图片 如果你视频或者别的东西 这边没法读取 现在的话大家看到可以读取了 相关的限制取消了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 我们之前的话 只能对视频进行换联 现在的话可以对图片进行换联 点一下就可以 切换到这个图片模式 而这个图片和视频 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的 这样切换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演示吧 然后来找一下 画一下脸 这边稍等一下 画过来了 把高清修复打开 那这个脸部就清晰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脸部已经变成了高清模式 点一下这个遮罩 这样看得更清楚一些 然后呢 数据右键 可以切换这个高清修复模型 大家喜欢哪一个 然后你用哪一个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这三个呢 其实用途不是很大 这个比例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效果 是调整脸部大小 这个是色彩 这是画面整体的一个色彩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这个也是 可以上下移动这个中心点 其实也不是很有用 取消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嘴 代表的是嘴部的遮罩 这个大家喜欢哪个样子 你就切换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选 然后这个嘴部 更多其实是用于视频 我们来画一个视频嘛 表示这个 画脸 当你的嘴部在活动的时候 我们先取消掉 嘴部在活动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打开 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这个整体的效果更柔和一点 好就是这样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 要说的 基本上没那么太大变化 跟之前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大家拜拜